齐心动念 造影 那什么也 无事无名的 那还不错 没有分别之主 那就是心 时报 状元族 如果有分别了 那就是四身发解 有执着了 就是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执着上身 最严重的烦恼 那说不出全是假的 自信 跟自信所信 全是虚望 没有一样是真实 你可以受用 你不可以吃住 就对了 我们说一个 很浅显的话 容易懂的话 这一切法 无论是是法不法 都不要放在心上 可以受用 就像做梦一样 梦中可以受用 不能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错了 那就造业了 一夜洗轮回 一夜就变成轮回 那个麻烦就大了 所以修佛修首 六根在六尘境界上 不起心 不懂念 不分别 不止住 真修行 真功夫 离开经济 言不见 耳不听 行不行 不行 你得清净心 得平等心 一接触现象 马上就乱了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要进得去考验 这个东西 就是根尘结束 你是不是清净心 经验 没有任务 执着是任务 平等心 平等心 平等心没动 没有起心动念 它是平等的 起心动念 就不平等 所以起心动念 所以起心 不起心 不懂念 这是定空 菩萨境界 法身菩萨 他的定 寂静 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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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得很近 在这个时候 不定什么缘分 一碰 他就开悟了 就进行